这套新的这个是之前用过了 然后想把你们的数据产布备份到这边来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手机已经激活了 激活了它已经是一个不是全新的了 因为全新的应该是从hello 把这个手机进行复原 复原一个全新的手机 然后开机以后把这个数据从这边倒过来 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重新重置出厂值 多一个产现的手机 然后把它数据烤到这边来 OK我们现在试一下把这个手机 首先我们找到随制 然后呢找到通用 通用里面有一个还原 抹掉所有内容和随制 我们可以抹掉所有内容 我们匿急抹掉 数字密码 对抹掉iPhone 抹到时候它会重新启动 好现在手机出现hello了 我们现在就是给它重新设置 对这几机会使用一个设置 您新的iPhone继续 这个是等待另外一台iPhone 将此投向至于 另一台iPhone的趋劲框点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好 在新的iPhone来完成 这个就是已经 请输入另外一台iPhone的密码 这个以后设置 以后设置设置吧 好这个时候我就出现传输数据 从iPhone传输就OK了 这要15分钟这样OK 同样的 继续在做同样的事情 PORMAX只有31度 这个就有38度 好传输完成 这边就开始重启了 那第一页 你看我们第一页的东西 跟这个数据也是一样的 这Facebook还正在下载 这你的 图标都是一样的 传过来的了 第二页 第二页也是一样的 所有的东西一幕一样的传过来了 第三页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 恢复数据就很方便了 今天 我打屁不打